大家好,上节和我们讲的这个槐树 这节和我们再讲一下松树 都是很简单的,我们还是先勾树干 再分层 没有沫就稍微再勾点沫 先把它的煮干分出来 然后往上走 再比较沾点浓墨 我调的是中等墨色 从这儿分一个 分 勾的时候一定要用写出来的感觉 再沾点沫 注意我们再从这儿分这个 刚才从这儿这样过来 过来以后从这儿过来 行笔的时候呢,有时候快 有时候要慢点 分完叉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这个松树上面它有一些这个节节 还有一些那个 包括这个上面有一些纹路 好,这个纹路呢,我们大家要用点稍微 就是淡一点的沫 干一点的笔 干一点的笔 可以让笔啊 稍微把毛笔给它稍微扁一点啊 给它扁,扁开一点 就是让它,圈让它有一些 溜着一个边 溜着一个边去做啊 大大小小都可以 不规则吗 你画成这个圆的也行 然后你画成这个方的也行 像鱼鳞状都可以 这个没有钉啊 没有一个钉 就是树皮啊 松树上的这纹,纹路 交代一下就可以 交代一下就行了 好,让我们在那个松树上来点节节 来点稍微浓一点的墨 点都 这个点都呢 其实是就是因为这个松树啊 这个树干它分了没有呢 有些树干多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树干上稍微点一点节节 让它丰富 它的画面效果 看看哪还有啊 好,然后我们画松枝啊 松枝是很关键的啊 松树 很关键啊 松枝 浓墨 比尖占浓墨哈 我们要写出来了啊 我们要写出来 怎么写呢 你看啊 这个 这边 这样也可以 都是向心啊 都是向心状 不要太规矩都行了 不要太规矩都行 扇面形的啊 扇面形的啊 扇面形的 扇面形的 你看啊 好 这边 再来这个 你看哈 你写 我觉得写的都规矩啊 其实要像写一样了 就是你看 你看哈 在旁边可以稍微再来点 灵动一点了啊 这边再来点 你看 然后有斜的感觉 哎 越是往外 越注意点啊 好 把这个颜色给染一下啊 颜色染一下 在这个松 松汁上面哈 给它 用 绿色 这样等它干掉啊 一定要等它干掉才能染 我们先染那个什么树干啊 我们稍等它干一下 我们先染树干 树干呢 用淡折石 很淡的很淡的折石啊 你也可以加点墨 你也可以不加墨 然后呢 你看我怎么染啊 可以 在你画的圈圈上面 可以稍微 这样照染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用绿色哈 这个松树 调绿色 调绿色呢 稍微黄了少一点 有的还可以直接用花青染都行了 调一点绿色就行了 怎么染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 也可以这样 在上面去写它 啊 也可以写 还是 还是像你写松枝是一样的 写出来 好 我们这就染完了 啊 先就下来 有没有 淡 你 要 感谢观看